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广东南篮 那么广东南篮在昨天的一场强项对话当中是战胜了上海队 应该说在我们的赛前预测里边 上海算是本赛季能够给广东制造最大麻烦的球队 当然不是说他们的实力是仅次于广东队的 因为辽宁的实力肯定是在上海之上的 只是因为李春江对于广东队是比较熟悉 而且手底下也是有了一副比较不错的排面 使得他们在面对广东队的时候 其实还是比较被看好了 但是在双方第一回合的交手当中 广东队可以说是赢得相对比较轻松 那么在赛后大家其实比较关注的 还是易建连何时能够回归 那杜丰也是透露了非常多的细节 比如说易建连在本场打上海 他就希望能够去出场 毕竟李春江也是他的前师 那么这场比赛他上场的话意义还是比较大的 那第二点的话呢 这个杜丰也算是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 那么在下一场比赛 易建连将会正式的回归 也算是给球迷吃了一个定型碗 因为大家看到第一场比赛 易建连的出色发挥 应该能够很清楚的知道 易建连现在的手感和状态还是有的 那么他回来之后 对于整个广东南篮的内衔和轮转体系 将会产生非常非常积极的影响 所以大家也很期盼易建连能够回来 那么我们也看到广东队的做法是非常的谨慎 尤其是我觉得广东这家俱乐部咱们说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能够长时间的统治联盟 并且说实话在资金并不是特别充裕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得到球员的信赖 核心球员基本上 他是不会自己寻求主动离队的 在续约的时候也都是非常顺利的 原因通过易建连这件事情就能够看得出来 广东队是有一个底线的 他们这个底线是不容出配的 这个底线是什么呢 叫做以人为本 就是我什么东西对吧 我全都是以球员的利益为先的 哪怕是真的要牺牲球队的战绩 对吧 这个我也在所不惜 易建连这个事情就能够看得是非常明显了 是吧 他对于这样的一个老将保护是非常的充分的 首场比赛打了六分钟 易建连主动要求下场之后就再也没有上过场 那么此后的一系列比赛 他也不会去派易建连上场 包括哪怕是易建连自己 对吧 他想要去出场 那广东队都要去听从最专业的意见之后 才能才做出一个最为稳妥的决策 对吧 那相比之下咱们看到像山东队的丁燕宇航 其实也是 虚久之后回来 并且之前的体测他都没有通过 说明他的身体条件并不是特别出色 但是对吧 在使用丁燕宇航的这个态度上 对吧 你比如说上一场比赛打得非常好 一下子出场之间接近40分钟 那么在之前打得很差就出场两分钟 其实很多时候相对是比较随性的 而不像广东队对吧 去真正的从球员的角度去出发 对吧 结合这种科学的理论依据 我去给你一个制定的 非常合理的这样一个出场时间的安排 另外对吧 包括咱们说的这种续约的问题 你像苏伟在这个19年的夏天 面对续约的时候 我说实话 广东是一支冠军级别的球队 那苏伟他整个赛季的一个数据 大家能够看得清楚 他正常来说是不太可能得到一份顶心的 但是当初 这个广东队我手底下就是有顶心的合同 名额还是非常多的 那我就给你这样一个对球队做出非常重要贡献的功勋老将 对吧 然后以表彰你对我的一个球队的一个贡献 给你应有的尊重 我就给了你一份顶心 这也算是其实非常出人意料的 但你也能够看得出来 为什么像广东这样的球队能够备受这种球员的尊重 包括在年轻学员上 胡明轩 我们说上个赛季的胡明轩 为什么能够拿到CBA常规赛 广东队队内国内球员的得分王 就是用出场时间 用出场次数给你喂出来的 是吧 我一定要让年轻学员在常规赛当中有所成长 哪怕是以战绩为代价 所以说像周鹏像赵锐 这些明显队内资历要比胡明轩高 包括整体能力肯定 也要比胡明轩强的球员 他的出场时间 对吧 基本上在20分钟左右 比胡明轩少个3到5分钟 出场出手的次数也不如胡明轩多 就是要把这个胡明轩给打造起来 所以说其实广东队 我们就像咱们前面说 他有一个非常充足的底线 对吧 就是以人为本 年轻球员 我给你充足的时间练 老将我给你充分的尊重 那么有伤的这些伤员 对吧 你也一定要按照合理的这样一个 恢复周期来 所有的东西 我第一步 我优先考虑的是 球员的发展健康 以及他所能够接受的这种待遇 而不是说 你能够去为球队去做什么 首先考虑的是 球队能够为你做什么 对吧 球员的发展健康